今天我要用芋头和豆干做一道素食加肠菜料理 芋头很像马铃薯一样 蒸煮炒炸都可以很好吃 这次我要把芋头用蒸了 做出一道素食加肠菜料理 嗨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Kissing Wong TV 我是Kissing 芭拉妈 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芋头和豆干 做这道素食加肠菜料理吧 准备400克的芋头 把芋头削皮 这颗芋头是800克 所以用一半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 素食料理加肠菜的食谱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 素食加肠菜料理新食谱了 把芋头皮的芋头切下来 把芋头先切一半 把芋头切薄片 这样子等一下蒸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蒸得透 把芋头放入盘中 把芋头摆整齐 现在拿去蒸 准备一个电锅 外锅放一杯水 把芋头放进来蒸 准备三片豆干 因为这次买到的豆干比较厚 所以用三片就好 如果那种很薄的豆干 就要用四片 把豆干切片 把豆干切成条状 接下来把豆干切小丁 把豆干放入盘中 准备三朵鲜香菇 把鲜香菇的角切下来 把鲜香菇的角切碎 再切更碎一点 把香菇先切片 这次要做的菜是客家菜玉子包 玉子包是福建永定的特色小吃 当地有流传一个小故事 叫做玉镇鸡 就是古时候有一间寺庙 里面有一些僧人是专门种芋头的 他们就种了很多很多的芋头 然后丰收的时候 就把芋头堆成一座墙那么高 然后有一次就遇到大饥饿 然后唯独这间寺庙里面 40多个僧人就有芋头吃 度过了这个灾难 可见得芋头是一个好东西 是三种的珍品 客家人是大家公认又勤俭又能干的人 一个族群 所以聪明的客家人吃杂粮的时候 都会不断的一直变化口味 变化那些煮法 把芋头做出那种各种不同的花样 宴客请客人吃 于是客家人就做出了这道菜玉籽包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香菇 换一个方向 把它切碎 因为等一下会把鲜料炒一炒 包在这个玉籽包里面 所以可以切碎一点 把香菇放入盘中 准备半包的金针菇 把金针菇的根部切掉不要 把金针菇切碎 我婆婆是客家人 然后在马来西亚是叫婆婆 台湾是叫阿嬷 然后小时候我是住在乡下的 前面就有一块很大片的草地 然后草每次长长的时候 婆婆就会用那个剪刀去剪草 她都蹲在地上样子剪 然后很大一片的草地 她还是一个人样子慢慢蹲在地上剪 一排一排这样子剪 然后在婆婆身上 就可以看到这种客家人的精神 很节俭 那农村里面 就有一句谚语是说 番薯玉籽半年凉 那这句话就可以看出客家人 是把番薯和芋头作为主要的杂粮 被视为农家最重之书 它可以当成蔬菜也可以当成杂粮 所以乡下家家户户都会有种芋头、番薯 每次收成的时候 餐库里面都是堆满 红红的芋番 像那个番薯还有黑黑的芋头 现在社会渐渐进步 生活水准就渐渐提高 那大家改成吃米饭了 番薯和芋头不再是主要的杂粮 但是勤俭的客家人还是会重哦 因为这样子 他们可以在做菜的时候变换口味 做出不同的料理 不同的口味 继续来把这个金针菇切完 其实这个芋子包里面的配料呢 就可以随喜好自己去做变换 我是放了一些这个豆干啊 还有菇类和红萝卜 把金针菇放入盘中 准备三分之一条的红萝卜 把红萝卜削皮 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 把红萝卜切片 反过来 继续切 把红萝卜切条 换一个方向把红萝卜切碎 把红萝卜放入盘中 准备两个素香菇角 把香菇角切片 芋包子热热吃的时候 皮是滑滑嫩嫩的 外皮带点甜味 然后馅料是咸咸香香的 综合在一起呢就会很好吃 之前呢我有分享过客家蒜盘子 这道料理也是用芋头做成的 大家可以回顾看看这部影片 不知道台湾的客家人 有没有再吃蒜盘子呢 欢迎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那蒜盘子的这部影片连结 也会放在影片下面 大家可以点看来回顾看看 这个切完条状之后 就换个方向把它切碎 把素香菇角封入盘中 等一下做玉子包呢 会用到这个素油葱酥 那这个素油葱酥是用那个高粒菜 撕切一丝丝细细细的 然后去用油炒成像这样子 那这个呢我有在很多影片都有示范过 像在马来西亚芋头糕这几部影片 然后大家可以做了之后放冰箱冷藏 可以大概放五天左右 那就尽快使用完以后也只做一点点 就是大概三五天内会吃完的量 锅内放入少许油 把素香菇角放进来炒香 炒到现在有点微焦 放入红萝卜 把红萝卜炒一炒 越炒一下 放入香菇还有金针菇 豆干也一起放进来 赶快翻炒 金针菇的根部可以用铲子给它切一切 就会散掉了 食材炒均匀后 现在可以来调味了 素蚝油一汤匙 酱油两汤匙 玫瑰盐四分之一茶匙 白胡椒粉半茶匙 二砂糖四分之一茶匙 快速翻炒 把调味料炒匀 把食材炒香 炒至所有味道都融合了 现在也炒干了 可以关火起锅 我们的馅料就这样子完成了 芋头蒸好了 把芋头取出来 把蒸好的芋头放到大的调理碗里面来 这样比较好操作 放入两茶匙的二砂糖 把芋头压成泥 要压细一点 已经压成泥状了 可以了 放入100克的地瓜粉 把所有食材拌匀 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用木薯粉代替 地瓜粉和木薯粉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白萝卜丸子那部影片 我有分享 搅拌成棉絮状了 可以用手搓揉 这次的芋头有点干 加入一汤匙的水 像这样子用手掌心来回的按压 搓揉成一个面团 不需要很光滑 像这样捏得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包 取一些芋头面团秤一团50克 把它搓成圆形 搓成圆形后 把它用大拇指这样子往内 推成一个碗的形状 要比较深的一个碗的形状 要比较深的一个碗的形状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把馅料装进来 挖一些馅料 放进来 再加一点 压一下 之后收口 像这样 给它缩形成一座山的形状就可以了 在蒸笼上面放上香蕉叶 或是烘焙纸都可以 这香蕉叶是水果炭老板给我的 所以刚好可以用得上 在香蕉叶上面刷上这个树的油葱酥 把玉籽包放进来 我做了八个 还有一个是剩下不到五十克的一颗 现在可以来去蒸了 我刚刚好先热一锅水 现在把玉籽包放进来蒸 盖上盖子转大火蒸十五分钟 玉籽包蒸好了 哇好漂亮哦 起锅后在玉籽包上面刷上素油葱酥的油 我要吃这个 吃这个 给你一颗 吃 娃娃吃这个 刚刚娃娃拍的时候剪开的 是吃一个 很好吃哦 这豆干很新鲜 而且我的料炒的好入味哦 豆干好好吃哦 你吃看豆干 你把上面咬这样就变一碗 今天妈妈用五香豆干 把上面咬这样就可以变一碗饭 变一碗饭 变一碗饭 变个碗公 很好吃哦 好好吃哦 芋头的味道很重 因为我们还用好多好多的芋头 一直吃整件东西 皮带点甜甜的 然后馅料新鲜 很好吃 这个有点酥 这没有酥 很酥 嗯 没错了 很鲜 我觉得芋头的味道很重 对不对 很香 芋头爱吃 有没有很好吃 有没有很好吃 芋头爱吃 芋头我非常喜欢 你非常喜欢哦 我觉得豆干很好吃耶 这样子炒起来 我们下午茶 然后再去泡一杯茶 那么好吃哦 吃那么大口 芋头爱吃 想炒起来 炒起来 炒起来 好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分享 按赞加订阅 别忘了追踪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还要订阅我的副频道 我们下一道料理见 拜拜 茶池炒下来了 炒下来了 好好吃哦 炒来 里面超好吃的 里面可以配饭 变炒饭 很好吃 哇 我可以把里面的屏幕倒出来了 嗯